为一所学校 兄弟俩爆发争夺大战 你要把财务让我管了 他也不干了 一套房产让矛盾再度升级 遗嘱 房产买卖合同 都有老人亲笔签名 老人却又为何突然否认 他家是出来比着我签子 大家走上去了 进到那个家 就是没有讲道理的地方 争执背后 是他们反复无常 还是他们费尽心机 格力传奇故事今晚会您播出 冒蝶老人的家庭战争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格力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想必每个老年人所期盼的老年生活 都是能够儿孙绕息 一家人健康和睦的相处在一起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天伦之乐 可是有些时候往往事与愿违 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头 一对冒蝶老人 别说天伦之乐了 简直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两年之内 他们和儿子连打三场官司 已经闹得快要断结关系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这位勾楼这辈 正在推轮椅的老人叫孙允峰 已经84岁了 而他轮椅上推的就是他的老伴 叫徐明玲也85岁高龄了 老人呢因为下肢瘫痪 行动不便 只能天天与轮椅为伴 老两口有俩儿子 大儿子叫孙刚 小儿子叫孙心 跟他们有矛盾的呢 是大儿子孙刚 不过这孙刚呢也不小了 他们也已经年过花甲了 无论是这老两口 还是大儿子孙刚年纪都不小了 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事 闹得这么凶呢 还没等老人开口 儿子孙刚这边呢 有人却忍不住先倒几苦水来了 进到那个家 就是没有讲道理的地方 他老的也可以胡绿八度 今天啊啊是那么回事 跟他啊又是那么回事 他跟你弄这事 说话的这位就是孙刚的妻子 因为孙刚本人不愿意面对混同 所以呢就由他来代言 孙刚妻子很气愤 说老人不讲道理 哎这就得好好问问老人究竟做了什么不讲道理的事呢 孙刚刚妻子说呀 这事还得从老爷子孙永峰这里说起 哎大家看哈 这孙永峰老人都八十多岁了 还经常像这样在家里头泼墨辉豪 原来老人年轻的时候是个教育工作者 1987年老人退休之后 继续发挥余热 做了一件大事 他与河南省电大合作 成立了一所私人成人高等进修学校 开始了自己的私人办学之路 在那个年代呢 孙永峰老人的这个学校呢 可是很吃香的 据说声援旺盛的时候 一个季度就能招收上千名学生 老人成了远近闻名的教育家 可是孙刚的妻子说呀 问题就是从这所学校开始的 是这样 这学校开办以来呢 一直都是由孙永峰担任学校的校长 可是时光流逝 所以让老人越发的老迈 他渐渐的无法再胜着校长的工作了 得找个人接手 找谁呢 这个时候小儿子孙心提出来 他可以替父亲费用 孙心呢 就要求就是说 我上岁数了 他接过来办 有人可能觉得奇怪了 孙永峰不是两儿子 为什么单单小儿子提出 要替父亲继续办学校呢 原来大家有所不知 早在1996年的时候 孙永峰的大儿子孙刚呢 就因为工作原因 被公派到江苏无锡去工作了 这一去就是十多年 而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头 一直都是小儿子孙心在身边 照顾孙永峰老两口的生活 并且帮助他打理学校 所以由小儿子孙心 接替父亲接管学校 那是顺理成章的 孙刚亲自说呢 当时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意义 毕竟他们不在家 确实帮不上什么忙 弟弟接管更方便 于是就这么着 头几年呢 大家也都过得相安无事 一直到2010年 一件事情的发生 打破了这个局面 原来就在这一年呢 孙刚退休了 他携全家从江苏无锡 回到了老家河南郑中 不过呢 孙刚可不是回来养老的 当时呢 孙永峰老人提出来 让他们两口子呢 帮弟弟孙心 一起来管理学校 是啊 多一个人就多份力啊 更何况兄弟其心 其力断金呢 老人就希望兄弟俩 能够联起手来 把学校做大做强 老人的这个想法是好的 可是接下来的 这个事情的发展 却让他始料未及 自从这兄弟俩 共同管理学校之后 这家里就开始 不能安宁了 首先是孙刚夫妻这边 据孙刚妻子说 他们一进学校就发现 这几年在孙心的管理之下 学校的经营状况 是每况愈下 几乎是年年都处于 亏损状态 这么说的话 孙心管理不善了 可是一听这话呢 孙心却是万分的委屈 他表示确实 学校近几年呢 是处于连年亏损的状态 可是这也不能怪他呀 主要是外部环境 已经出现变化了 孙心说 今年来因为公立高校 这个扩招 老人当初创立的 这所民营电大进修学校 已经不像以前 那么受欢迎了 甚至都很难招到声援 没有声援 学校自然就没有效益 还听上去吗 孙心似乎确实是 有自个儿的苦衷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兄弟俩就更应该携起手来 好好想想这学校的出路 可这俩人偏步 而是就此展开了一场 学校争夺大战 他们首先争的 就是学校的财务管理权 老人一直他都是校长 第一次是我只是 他想叫我回来管财务 结果孙心抵出形容去 可大 你要把财务让我管了 他也不干了 你来了我就不干了 孙心这是誓死捍卫自个儿的 这个财政大权 这一下孙刚夫妇就不答应了 学校是老人的 他想让谁管财务 就得让谁管 你孙心有什么权利不给 难不成你还想一直霸占着学校 可是一听这话 孙心那边也火来了 他说什么 我想霸占学校 是你们想霸占学校吗 据孙心说 自从哥哥孙刚进学校以来 就一直在处心极虑的 夺他的权 原来是老爷子叫他过来干什么的 叫他过来帮帮我 到这儿来了以后 哪不是回事 他都想把持着 不仅如此 孙心还说了 其实之前哥哥孙刚啊 都没有意思要管理这个学校 他在无锡过得好好的 这回突然跑回来 明显的就是有目的的 这个孙刚啊 到这儿来就是想什么 想把老爷子的钱 他以前没想管理学校 就想把老爷子的钱 和房子弄走 回屋西 好嘛 这一下就热闹了 兄弟两个都指责 对方想侵占 老父亲的学校和财产 他们各自到底 怀的是什么心思 这个外人呢 实在是很难看透 不过这下孙心疯老人 是彻底傻眼的 他本来是想让兄弟两个 合伙把学校发扬光大 可是学校没光大起来 兄弟两个先逗了个你死我活 看来这一个学校 容不下两座大佛 得赶紧送走一个 那究竟让谁退出呢 按理说嘛 弟弟孙心比哥哥孙刚有优势 毕竟他已经管了这么多年了 有经验 孙刚是后边才来的 已经失了先机 可是老人的选择呢 却出人意料 他并没有选了一个 经验丰富的小儿子孙心 而是让大儿子孙刚 接管了学校 这就让小儿子孙心 出局了 老人选择站在大儿子这边 孙刚的妻子说 得知老人这个决定 孙心是气急败快 紧接着他就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举动 他拿走了老人 所有的两套房产 另外呢 还把属于学校的一辆车 也给拿走了 孙心究竟通过什么手段 拿走的这两套房和一辆车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据孙刚妻子说呢 当时孙心这个举动 可是把老爷子给气坏了 因为除了学校 孙丰富老人所有的财产呢 就是三套房子和一辆车 孙心一下就拿走了两套 还外带那辆车 就给他们留了一套住的房子 这吓什么呢 也太狠了 不过气归气 孙刚妻子说呢 老人也并没有要求孙心把房子还回来 双方的也都没有再说什么 这场学校争夺大战 算是以孙刚的胜利而告终 可是这下估计很多人就不明白了 这么看来老人对孙刚很好啊 他们为什么还要说老人不讲道理呢 还闹得要断绝关系 这说不通啊 可是没想到一说到这个呢 孙刚妻子就来气了 他表示如果事情只是这样的话 他们当然不至于这么对待老人 可问题是接下来的事情的那个发展呢 就真是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了 据他说 就在学校争夺大战过去不久 老母亲徐美龄呢 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她把这个大儿子孙刚给告了 更让人惊讶的是 告大儿子的同时 她还把老伴孙永峰也一块给告了 老太太这闹的是哪一出呢 刚才我们说到徐美龄老人 把大儿子孙刚和老伴孙永峰 同时告上了法庭 这着实就让人看不懂了 老太太为什么要告儿子 告他也就算了 干嘛把老伴也给告了呀 这所谓何来呀 可没想到一说到这个呢 老太太是气愤异常 据他说 他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他们父子俩 背着他做了一件非常过分的事 到底是什么事让他这么气愤呢 老说呀 这事跟房子有关 之前我们说过 老人有三套房产 其中两套 已经被小儿子孙心拿走了 剩下了老两口住的这套 位于郑州的市区 面积呢 有一百一十平方米 少说也是个上百万吧 本来嘛 是他们留着养老的 所以这俩儿子 是谁都不打算给的 可是徐美龄说呢 他怎么都没想到 就在老伴把学校 叫给大儿子管理之后不久 竟然瞒着他 把仅剩的这套房子 以一万块钱的低价转让给了大儿子孙刚 我都不知道 他都不说 我才会高高他教人 是吧 高生有风生高 这确实是让人没想到 给了学校又给房子 看来孙永风老人 对大儿子真的是不错 可这么大的事 怎么能瞒着老母亲呢 可谁知道一听这话 孙刚的妻子是大呼委屈 他表示 母亲这完全是冤枉他们 孙刚妻子承认 房子确实是给了他们 但是据他说 这事是经过了老人家同意的 为了证明自个儿的说法 孙刚妻子还拿出了一份重磅证据 这是两份遗嘱 一份手写的 一份打印的 但是内容都一样 经与配偶徐梅林商量 将名下的部分遗产 现在所住房屋一套 自愿赠予长子孙刚 特立此言为惧 下面有老两口的签名和手印 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 老人怎么会说的不知道 可谁知道一看到这份遗嘱呢 老人那个气就不打一出来了 他表示 没错那上面的签名 确实是他签的 但他那是被逼的 我看你也签了名了 当时有印象吗 他签了我签字 逼着你签字 8点多他就来 8点多就来了 晚上吃饭啥的 老爸签不住在那里 那实际上你愿意把 当时有这个想法 要把这个房子给他吗 我不愿意 从早到晚 不签就赖着不走 老人说那段时间 大儿子是天天到他们家里 闹闹得他是苦 不堪言 只好在那遗嘱上签了名 不信你们可以问小儿子孙心 孙心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 这么说的话 孙刚真的是在撒谎了 遗嘱真的是他逼着老人写的 可是一听这话呢 孙刚的妻子是勃然大怒 他表示这纯粹是污蔑 他们从来没有逼老人签过任何的字 这一切都是孙心编造出来的谎言 老太太说按着我手写的 那都是孙心设计的 实际的老人呢 已经是傀儡了 全是被孙心左右了 孙刚妻子说 其实世界很明显 老人之所以前后态度大变 就是孙心在背后搞鬼 孙心知道房子给了他们 不甘心 想借母亲的手 把房子要回去 最后好自个儿得利 他们当然不能让他得逞了呀 遗嘱不承认 没关系 他们还有更强大的证据呢 孙刚妻子拿出的是一份房屋买卖合同 据他说 这是老父亲孙永峰亲自陪他们去办的 合同上写得很清楚 老人的房子卖给儿子孙刚 价格是一万块 上面还有他的签名 这是哪个房子的买卖合同 就是这套房子的 包括远点 我都不止一套这些东西 我都两三套 人家给了那么多 你老爷子 这是老爷子 这份合同一拿出来 确实对孙刚一方很有利 毕竟这是经过了法律程序的 不过光有这份合同还不够 孙刚觉得 还得有个人来替他们说句话 谁的 自然就是孙永峰老人了 是啊 其实说了这么久 问题的关键就在孙永峰老人身上 毕竟双方都说 当初是他把房子给孙刚的 所以只有他能够说清楚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孙刚的是满心期待着老父亲能够为他做主 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老人接下来的那个回答 别说做主了 简直就让他欲哭欲泪了 刚才我们说的因为有遗嘱和房屋买卖合同在手 孙刚觉得只要父亲孙永峰站出来帮他说句话 真相就一清二楚了 可是就在他眼巴巴的这个巴望着老父亲给他做主的时候 老人接下来的回答却让他欲哭无泪了 那对这件事情老人究竟是个什么说法呢 我们来听听 两个所谓的遗书是你写的还是他写的呀 有遗书吗 不记得有没有 当时你跟老大孙刚还签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 说一万块钱把这个房子卖给他 当时你还签了这儿了 你还记得吧 这个没有 老人居然一口就否认了那份房屋买卖合同 对遗嘱的事更是干脆就不记得了 当听到老人这番回答的时候 孙刚妻子说他们气得差点没喷出一口血来 他们怎么都没有料到老父亲既然和母亲一样 竟然也烦水了 要说这事确实是让人想不通 房屋买卖合同和遗嘱明明就在那 老人怎么就硬说不记得了呢 对此老人的解释是 他那段时间变得很厉害 脑子也就糊涂了 即便是签了名也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来干什么 事情到这儿呢 大家估计已经被这家人给搞糊涂了 一方面孙刚为由老人亲笔签名的遗嘱和房屋买卖合同 都是实实在在的证据 可另外一方面呢 两位老人对这两份东西都拒不承认 到底谁真谁假呢 这里边还有没有其他知晓内情的人呢 别说还真有那么个人 就是这位 他是孙永峰老人的女婿 原来老人除了两个儿子 还有个女儿 不过这女儿前两年过世了 只留下了这个女婿 作为家庭的一份子 对于这场父子之间的房产战争 他是最清楚内情的 那么他会怎么说呢 孙永峰的女婿证实了老大孙刚的说法 这么看来呢 还真是老人出尔反尔了 可他为什么要反悔呀 据孙永峰的女婿说呢 这是因为后来小儿子孙欣知道了之后 不答应找到了老人闹 他就又改变态度了 总之不管怎样嘛 最后老人呢 是坚定的和老伴徐美龄站在了一起 否认遗嘱和房屋买卖合同 是出于自愿签名 要求大儿子把房子还给他们 可是对此呢 孙刚不服气 那遗嘱和房屋买卖合同上 都是老人的亲笔签名 怎么能够说否认就否认呢 不过对此呢 法院认为遗嘱必须是老人去世之后才生效 老人生前改变主意 那那份遗嘱就是作非 至于那份房屋买卖合同 因为上面只有孙永峰老人的签字 没有徐美龄老人的签名 所以也算作无效 最后法院支持了老人的诉求 要求孙刚把房子归还给老人 拿到这结果 孙刚那是没法接受啊 也就是从那以后 他就再也没有登过老人的门了 所以这个房子这个事呢 就是他爸爸很委屈就是说了 从那天开完亭以后 不再去他家了 当时已经没法再去了 没法去了呀 没法去了呀 满腔的愤怒和委屈 已经让孙刚无法再面对两位老人了 到了后来不仅是不去看过 连老人的赡养问题 他也不再管了 他什么都不管了 什么都不管 保姆费也不管了 吃喝不管了 也不上我这来了 可这下就换老人生气了 因为没给房子 大儿子就不赡养他们了 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老人一气之下 就再次把孙刚告上了法庭 要求他履行赡养义务 而这次呢 法院也同样支持了老人的诉求 判定孙刚 每个月支付老人赡养费 四百元 短短的时间里 双方这就打了两场官司 可事情还没完呢 让人没想到的是 赡养官司刚结束 老人第三次把儿子孙刚 告上法庭 好家伙 连告三回 这是彻底要撕破脸的节奏 那这次又是为什么呢 据了解老人这次是为了笔钱 老人说他之前有一笔23万的存款 一直放在大儿子那 期间呢拿回来8万 但是还有15万 他多次索要 大儿子所以一直不肯还给他 真有此事吗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 老人立马就出示了一份证据 那是一份录音 里边有老人和大儿子孙刚 关于这笔钱的对话 不现在呀 这个钱是属于你的 还是属于我的 当然属于你的了 我只是保存而已嘛 对不对 你给我看看是多少钱吧 不你这个 你这一点 我还是用人格给你担保 你的23万 你的利息 我都是你的 行吗 论医里头孙刚清楚的承认 有这笔钱存在 那他究竟为什么不管给老人呢 所以冯的女婿说呀 他也就此问过孙刚 孙刚呢是这么回答的 老爷的钱给他 你干嘛 他说这往后用钱多了 他没有正事 他要有正事我就给他 有正事才能把钱给老人 这意思是怕老人拿了这笔钱 不干正事 还是说怕弟弟孙心拿了过去 这个我们就不去追究了 不过钱毕竟是老人的 最后呢 法院还是支持了老人 要求孙刚把剩下的15万 还给老人 三场官司 房子和钱 老人都要回来了 这一家人之间的纠纷到这儿 也算是告一段落了 其实说实话的 这场家庭争斗当中呢 大儿子孙刚确实受了点委屈啊 给他的房子又被压过去了 签过的遗嘱又不算数了 搁谁呢 都会觉得憋屈 可话又说回来 这房子毕竟是老人的 就算他要回去 那也不过分 如果孙刚因为这件事情 从此就和老人不来往了 这就不应该了 说白了 就算不给这套房子 老人不是还是对你有养育之恩吗 所以啊 不管官司怎么拿 亲情不可塞 亲恩也不可忘 对重要的是 赡养老人更是每一个子女 不可推卸的责任 好 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格力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呢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再见 各位观众订阅